鄉親啊 講對這個停電的問題 國民黨的立委酒萬安 日前這順道 行政議長所信聖 上方是一句來一句去 沒人要認輸 今天所信聖 又來搶酒萬安 說沒有本事就不要在那裡握棚 說這個高山啊 就是自己爬冠冠 才讓他們看到紅膽痠 這個國民黨的董主席主理論 也跟所信聖 搶 說這個 省電的電話幾下 沒效啦 我們在這裡 尬啦 你今天是為了選舉他這個表演 知道了 立委酒萬安 問行政議長所信聖 感到生路 一年來不跳電 引起國費政費 今天所信聖 又開始搶 沒有本事 就不要脈絡 活子自己爬得高 才會被看到紅屁股 另外 國民黨主席主理論 參加記者 省電 加鄉 另外 政策總監投記者會 滴滴槍 訴政策 昨天在中南部 連農業都受害 那大家說 省電的電話給我沒效啦 無方問多久 省電的電話給我沒效 這句話都說三次 罵罵在野黨 難道台灣就會有電嗎 電話給我 就會說嗎 省電的電話給我是沒效啦 朱立倫趕快把他黨內的會選查清楚 把黨產還給國家 才是他的責任 少來趁熱度 和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